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我們要從七十二頁下面這一段 這個地方要談的呢 這個是崇高 這個對當代的影響 以及我們書的作者 對於他的一個評論 那個評論當然就牽涉到 這個康德的美學的部分 崇高對我們的當代的事件 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崇高事實上是 這個康德美學的課題裡面 就是我們之前提到說 和目的性是康德美學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麼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大概就是這個崇高 那我在上個禮拜談到崇高之後 有很多同學分別的在不同的場合 問我一些關於崇高方面的問題 有一個同學的說法是說 如果崇高是無限的 那無限的東西我們根本就看不到 對不對 當然我們是看不到的 因為無限的東西是不會有輪廓的 對不對 是不會有外形的 可是呢 無限其實也是沒有邊界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把握它 可是你是可以感受到無邊無界的 對不對 當你說浩瀚無垠的宇宙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在感受著宇宙的那個崇高感 對不對 你看不到邊界 可是你彷彿什麼 漂流在那裡 人非常的渺小 然後這個無邊無際 像那樣子 那麼我們在上個星期 談到這個美跟崇高的一個對比 其中一個對比就是美是座落在這個現象的世界 可是崇高已經進入到本體的世界 或者是這個物資深的世界 那麼所以崇高就是藝術要表達崇高 其實並不落在藝術作品上面 而超出了藝術作品本身 讓你去感受到那個無限的那樣的一種東西 無限的東西是看不到的 但是是感受得到的對不對 是感受得到的 因為這個看不到的其實是第一批判的那個 你沒有辦法用知識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第一批判看到的是一個現象的世界 在第二批判看到的是一個本體的物資深的世界 但是第三批判告訴你的是什麼 是這兩個世界 雖然第一批判告訴你物資深是不可知的 但是你可以去感受它 你可以用你的美感 審美的感受 去感受那樣的一個崇高的那樣的一個世界 所以我沒有辦法用知識去把握 科學家沒有辦法告訴你 有關於崇高是怎麼樣的一種東西 或者客觀的去把握 這些都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但是人用他的感性 美感的那樣的一種體驗 他是可以感受崇高的 所以道德一方面它只是什麼 只是人的一個實踐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的感性 去感受到這個屬於道德的那樣的一個世界裡面 有關於神上帝的存在 靈魂的不朽以及等等所有這些東西 去感受它 不是去知道它 去感受它 在你的審美的感受裡面 你事實上是有這個能力去觸探 這個所謂的物資深的領域的 你並不是去知道這件事情 而是去感覺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們在康德的美學裡面 就是崇高擺在這個第三批判裡面 我們所可以看到的的一個情況 看到的一個情況 OK 那麼下面從72頁的這一段開始 我們看到崇高對於當代的影響 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就是這個造神 為什麼呢 當然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從19世紀末 這個你才說上帝死了 對不對 那麼我們這書裡面很明顯的告訴你 崇高其實跟這個宗教 就是作為西方的基督宗教的這個傳統 進到它來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如果人越來越不相信神了 那事實上你就越來越不容易 有任何的崇高的感受 那麼到了20世紀 當上帝已經死了一段時間以後 這個人類開始什麼 自己去創造這種崇高的經驗 而且在這種創造崇高的經驗裡面 它跟政治結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種造神的運動 那麼這種造神的運動 在很多的這個政權 專制的政權 法西斯的政權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把一個本來只是人 平凡的人 這個弄得像是神一般 弄得像是神一般 那麼這事實上形成了幾乎上一個世紀 20世紀的時候 很多人共同有的經驗 我這個有上半生 很多時候也活在20世紀 所以我其實還感受到 因為即便在那個時候在台灣 我們也有很多的這個造神的運動 也有很多的造神的運動 那麼這個事實上形成的 就是 而且這個東西一定什麼 伴隨著你的神美的感受 連結在一起 連結在一起 那麼這個正是他在這裡面提到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Kars 因為如果你去查這點Kars 事實上是儀式 對不對 形成儀式 崇高會形成儀式 他其實所描述的就是一個 成為一種神話般或者是宗教的 那個祭世的那種狂熱的典禮上面的那樣的一種 形成那樣的一種氣氛 那樣的一種氣氛 那麼各位可以在這個 七歲月下面這段一開始他提到 他說崇高事實上扮演了一個生產性的角色 他這個一個單單的一個崇高產生了很多東西 那麼這個產生在哪裡呢 在這個所謂的群眾的歷史運動當中產生這樣的東西 他讓人什麼 讓一個個人他在一個群體當中 讓他非常的震撼 或者讓他起雞皮疙瘩 讓他非常的這個什麼崇拜 讓他變成所謂的粉絲 以及等等諸如此類的 那麼說你看他說這個在 那是Historical Moment裡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管這個角色是好的還是壞的 我們的確看到他在起著作用 在起著作用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我們在產美或者是崇高 或者所有的這些有關美學裡面的這些東西 他其實不是什麼 只是說我進到博物館 然後我在博物館裡面得到一個什麼 短暫的感動 然後我離開了博物館 這個全部都又不跟我的事 不 美學他會以進入你生活的方式 在整個你的生活周遭裡面起了很大的影響 而這個影響很大的一部分就落在政治上 就落在政治上 所以這樣的一種狂熱可以什麼 造成人覺得我殺人是應該的 為了某個偉大的領導 為了某個偉大的領袖或者什麼 那麼即使到現在 照過我們現在21世紀 我們其實還看到有某些共產國家 而且他們事實上還是利用的這個美學 比如說北韓對不對 或者比如說某些這個伊斯蘭的這個政權 他可以讓人熱血沸騰 讓人什麼 甘願為他護湯到火在所不辭以及等等 那麼這些東西要引起這樣的一種強烈的反應 經常的其實都要訴諸於一種崇高的感受 經常都要訴諸一種崇高的感受 那麼他在這裡面 他其實要表達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從72頁的下面一直到73頁這裡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可能對大家來講是比較遙遠的 這個例子其實是這個遠在18世紀末期的時候 就是什麼 法國大革命對不對 那麼法國大革命 那個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剛在看這個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 跟他有關的 因為貝多芬就是18世紀到19世紀出的一個音樂家 就是什麼 拿破崙 拿破崙在當時的這個法國 尤其在19世紀的時候他被某些法國的民族主義者 就把他造得像是神一般 因為畢竟在拿破崙的時代 是法國非常光輝燦爛的一個時期 所以他就用這個來做一個例子 用這個來做一個例子 那麼在書裡面的這個72頁的倒數第五行 倒數第六行 他提到的有一位這個法國的這個歷史學家 叫做Jules Michele Jules Michele 他是一個這個史學家 史學家 那個做歷史的 那麼他就寫整個法國的歷史 那麼寫到了這個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 那麼在他的這個敘述裡面 他不是只是那種學者的嚴謹 另外他事實上也表達了一種 這個各位可以在書裡面看到 就是在這個提到這個Jules Michele 上面那一行 他提到 One finds it for example in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sublime glory 對不對 那種崇高的榮耀 an art beauty of the French evolution in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Julius Michele 那麼就是他在那裡面就把 附華國寫的這個多麼的值得 光讓人家覺得光榮或者什麼的 但是這個其實只是一個史學的作品 但是這個還沒完 下面他接著進一步提到的 這個是一個法國的電影導演 叫做Abel Gons 這個Abel Gons 他是19世紀末 那麼一直到20世紀的一個電影導演 那麼他說這個Abel Gons relies on the over 他事實上就依賴的 這個由這個Jules Michele所塑造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 然後呢就來拍了一部電影 這個部電影就叫Napoleon 就叫做Napoleon 就叫Napoleon 那麼在那個電影裡面 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 他把Napoleon描述的如此的偉大 那個讓所有的法國人都覺得 我們有一個很偉大的歷史的人物 或者什麼樣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部電影在當時 就是在這個20世紀的出 20世紀初 這時候剛好世界想要什麼 這個組織一個 這個國際間的一個團體 就是像我們現在聯合國 但是那時候就叫做 這個國際聯盟 也就是在七十二月倒數第三行 那裡面所提到的 這個League of Nations 那麼後來他就在1919年的時候 這個成立的 國際聯盟這個國際的組織 你知道事實上任何國際組織 這裡面當然也有一個權力的鬥爭在 譬如說現在聯合國 總部在哪裡 在紐約 對不對 那麼誰的勢力最大 美國 我想這個誰都知道 對 那當時國際聯盟 他們的一個官方的主要語言就是法語 所以國際聯盟當時法國還是一個權力 所以事實上從國際聯盟到聯合國 這樣的一個發展在二世紀 你其實也就是看到的就是一個勢力的消長 就是法國逐漸的已經這個後退了 一直到我以前去歐洲 我都還可以感受到法國人那樣的一種不甘心 尤其是老一輩的 對 他明明會講英文 他拒絕跟你講英文 他覺得你要學法語 所以你一定要用法語跟他說話 你要用法語跟他說話 因為法語是世界的語言 對不對 我們法國是世界的中心等等 就是還有這樣的一種驕傲 或者你要說民族自尊性或者什麼 無所謂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他在這裡面他實際上提到 就是在這裡就是他在這裡面 這裡他提到這個 The charisma of Napoleon 這個他用到的這個charisma 在這個七十二頁的倒數第四行 這個字是一個現在社會學經常使用的字眼 charisma 那麼我們說他是一種 得天獨厚 天眾英明這樣的一個字眼 就是這個人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介於神跟人之間 或者說他是神最愛的 因為這個charisma來自於希臘文 我已經把它給就是charisma這個字 我把它給拼成 比如說這個alpha變成a mu變成m sigma變成s 這樣子一一相對 那並不是所有的希臘字母跟拉丁字母都是可以一一相對的 所以這個看起來像x的這個字其實是ch 他念的是charisma charisma charisma的意思其實就是被神所寵愛的 神最愛的那個 那麼這個字他來自於這個charis charis一樣的我最下面就是放了他的這個拉丁字母 那麼他很類似於來自於這個羅馬的那個grace 就是現在有一些女孩子的名字叫grace 對不對 那麼他身上就是神寵或者神恩 神的恩慈 這個這個這個字眼 那麼我們現在英文裡面這個charity 這個字也是從這裡來的 那麼charisma後來稱為社會學裡面一個重要的字眼 就是你可以看包括這個Max Veibon 這個一個德國有名的社會學家 對 他研究這個社會學 是社會學裡面的這個重要的一個代表 那麼你會看到即便是韋伯 他其實對民主他也沒有那麼的接受 他事實上對他來講一個真正的領袖人物 他覺得還是需要一個他是一個charisma 因為一個charisma有一種魅力 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叫做領袖的魅力 就是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就是代表我們的 因為你是什麼 你就是天生有這種天眾英明在 所以我們就會特別聽你的 那個Level你可以看到他即便對民主政治 什麼討論這麼多 他其實還是期待一個領袖人物 要有這種charisma的一種特質 因為只有透過這種特質 這個社會或者這個國家才會真正的團結起來 在他的領導之下形成一個非常緊密的 而且真的能夠互相合作 不會內鬥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 如果這個什麼 就是說你用民主的方式就選出來一個總統 但是結果是什麼 這個民意的調查都只有百分之多少 那這種國家一定什麼 大家鬥來鬥去 對不對 全部都消耗在這些內鬥當中 所以事實上對於這個Level而言 就是說民主 單單民主是不夠的 對他來講這個charisma還是很重要的 那charisma這裡面 這個詞其實就會讓人家覺得很質疑 因為這個感覺就是什麼 古代的那個宗教裡面的一個殘留的 一個那樣的一個東西 那可是你Level 你對民主政治這麼了解 你怎麼還是期待要有一個charisma 很令人覺得不解 對 很令人覺得不解 好 但是各位知道這個charisma的這個意思 因為那麼在這個Google裡面他就提到 這個charisma has two senses 第一個是什麼 comparing attractiveness or charm that can inspire devotion in others 就是他有一種吸引力或者是一種魅力 這個魅力能夠引起什麼 別人願意為他赴湯到火 就覺得你就是我們的領袖 我願意為你兩肋叉刀在所不辭 他有這樣的一種魅力在 有一種天生的領袖氣質 一種天生的魅力 這是一個其中的一個意思 第二個則是 a divinely conferred power of Thetan 就是好像有一個神所賦予的那樣的一種力量 或者是天賦 那for some theological uses the term is rendered charism with a meaning the same as saints too 所以第二個意思其實就比較是在宗教的這個意思 但是當他被擺到這個政治或社會學裡面去 他其實就是一種所謂的領袖的魅力 一種領袖的魅力 這個是這個charisma 這個字眼 它所具有的一個意思 那麼他在這個google裡面他提到說 從大概1950年代開始 the term has become widely used 就是廣泛的為大家所用 with varying meanings 但是在各種使用裡面並沒有統一的意義 那麼in religio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media and throughout western societie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the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enses of the definition of charisma the history of the term and the 21st century who use uses of both senses in particular sectors of society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使用裡面 它其實還是一個相當韓混的使用 就是它可能堅有這樣的兩重的意思在 因為它常常代表的是一種魅力 而且你可以在我們現代的世界裡面看到 還是很多時候這種魅力事實上是無法擋的 對不對 當一個什麼比如說日本或韓國的什麼團來 對不對 然後就大家尖叫啊什麼的 我這種五十歲的年紀 每次看到那個大家尖叫成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驚訝 我說能夠讓你這樣子的這個叫 這個到底是有多大的魅力 就這個不僅 我就想到我以前的那個熱情 而今安在在 對不對 就是當我在看這種尖叫的時候 我已經完全沒有辦法 這個入戲叫我去尖叫我大概都叫不出來 那麼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 就是這種東西是可以引起這麼強烈的一種感受 這個當然是美學會感到很有興趣的課題 對不對 不管你說這個很膚淺或者這個怎麼樣 但是它引起這麼強烈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要談的事實上是在這個政治上所引起的 那我們會再回到這部電影來 就是它在這裡面所提到的這個Gons 它所拍的這個電影 那當然它是一部老片子 它當然它是一部老片子 那麼在這部老片子裡面 它在這個什麼 這個顯示這個拿破崙 你可以發現到 他幾乎把所有能夠表達崇高的的 那些手法都用上去了 在那個72頁裡面 他提到這個 The figure of Napoleon is shown apart 他說他拍拿破崙絕對不會拍他非常近 為什麼 你拍太近你就看到他臉上的字啊 或者歐斑條啊記對不對 那你就不會覺得他很偉大 對不對 就好像你看上帝 就說啊 上帝原來你也這個什麼 長了一顆字在哪裡 那個偉大就不見了 所以它總是什麼 顯示了一個距離 它這裡其實在教你如何塑造崇高對不對 然後說As if I am the hollow 彷彿在一個光環底下一樣 光環底下 有光環會讓你什麼 比較模糊 因為美跟崇高是不一樣 我們之前講過美會讓人產生愛 可是崇高是產生敬畏 那你要敬畏一定什麼 要保持距離對不對 你那個老師要讓學生感到敬畏 跟學生要保持距離對不對 一天到晚跟學生失混失混的 那老師只能可愛 沒辦法就是威嚴可言 就沒辦法對不對 這個是你可以理解到的 所以他提到這個什麼 就是這個你可以看到他在那個73頁的那個地方 73頁的地方 在那裡他提到了這個他的一個 就是他寫到很多對於拍片的時候 他所表現出來的的這個情況 那他特別提到一點73頁的第二行 他說He is small 就是拿破崙其實很矮 這個你們應該知道 對他其實是個矮個子的人 但是他說But filmed always from below 但是那個只要拍到拿破崙 一定由下面往上拍 讓他顯得什麼很崇高 Field always from below to appear grandiose 讓他顯得非常的莊嚴 非常的那個 grandiose Or in a profile feeling the screen 或者呢 profile就是什麼 不正面拍 總是拍他的側面 拍他的側面 仿佛你什麼 你是沒有辦法跟這個人面對面的 因為他太偉大了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在他的旁邊這樣看 就好像那個國王有沒有 國王如果出來遊行 以前國王的新衣那個童話 國王突然遊行 你只能往側面的看他對不對 你不能夠什麼跟國王面對面 那看起來你好像已經跟他平起平坐了 對不對 像他說 Or in a profile feeling the screen Dolphin or else 然後把一切都什麼 就壓倒了 都當像是侏儒一般 By dominating space Napoleum commence time 那麼藉由佔據的空間 然後破崙也這個什麼 支配了控制了時間 這個是他整個的那個前化 那麼下面還提到 For finally the film is fortiates him splitting the screen into triplicates 三等份 Each film with his colorized form or with the armies of his alter ego 那麼這個三等份 在這個三等份裡面有的就是分成三 就是整個銀幕被切成三部分 然後有的是他的這個肖像 有的是就是Napoleum的樣子 那麼有的則是什麼 他的軍隊 而這個軍隊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his alter ego 就是另外一個他 另外一個Napoleum 就是這整個軍隊也代表著Napoleum 所以他就是什麼 是Napoleum是個人 但是也代表的是他的軍隊 也代表的是比如說法國 這樣的一個 讓人產生這樣的一種感覺 他下面還寫了更多 不過我想我就不再繼續念下去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在這裡面 他怎麼去塑造這樣的一種感覺 那剛剛倒是我們提到 他把整個螢幕分成三等份 在這個73頁的這個中間的地方 他提到這個trade color 用一個引號引起來的地方 他說那其實那個三等份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三等份裡面 你可以看到那個三等份的 那個顏色是不一樣的 就是紅白藍三色 而這個事實上就是法國的國旗 法國的國旗 對 法國的國旗 那麼然後在那裡整個的表現是什麼呢 在下面他提到 I am the revolution 我就是革命 誰是革命 我就是革命 那時候革命是一個非常非常 神聖的偉大的名詞 而誰是革命的代表就是Napoleum 對 所以他說 I am the revolution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描述的一個情況 我們後面會看到就是這個作者 他說其實要說到崇高 他發現最好的一個媒體就是電影 就是電影 那麼這個 因為在這個電影裡面 它螢幕夠大 我意思是說美的東西要可愛 那崇高的東西要產生一種震撼性的效果 那現在的科技當然可以更容易這樣 可是一定要什麼 就是要那種讓你勝利其境 然後能夠把人給什麼 把這個欣賞的人給壓垮掉 那如果欣賞的人是什麼 就是好像我可以看也可以不看 對不對 如果這個就好像你這個有一個東西很恐怖 萬聖節扮鬼很恐怖 那我就不看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在某些時候你沒辦法脫離他 這個時候才會產生那樣的一種感受 譬如說把你推進鬼屋裡面去 而且走不出來 這個才會有一種自己的無力感 才會去呈現出來 就像那樣子一樣 那麼一個能夠讓你產生很強烈崇高感 在所有的藝術的媒體裡面 居然是所謂的第八藝術 也就是這個什麼 用電影的形式來產生 相對的其他的形式 要產生這樣的一個崇高感 可能是比較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在這裡面要說的是 崇高感在這個二十世紀裡面 他扮演的這樣的一種造神 或者是在這個七十三頁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I am the revolution 那個下面他所提到的 造成的是一種偶像的崇拜 偶像的崇拜 這個就是在他下面說 scary as this great man's thesis which the film cultified 剛剛我們說card就是儀式 對不對 那麼現在他把它給儀式化 或者是把它神化 他說一個偉大的人的主題 這個正是這個什麼 電影所要去把它給神化的 那麼Azole for democratic ends 他說即便他是為了一個民主的目的 因為事實上當時 這個電影是什麼 要促成這個國際聯盟的行程 對不對 那國際聯盟等於是一個國際組織 這裡面有一個民主的目的在 他說雖然這個看起來 是為了民主的目的 他說is never this idolatry Idoatry 就是這個偶像崇拜 他說可是你在那裡都完全看到 他就是要形成一個偶像崇拜 這樣的一個目的 這樣的一個目的 這個是在20世紀初的時候 這個電影 我們看到他開始產生這樣的一個效果 產生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麼在很多拿破崙的 我們剛剛提到 拿破崙是個矮個子 可是你看 這個是拿破崙當時 他叫畫家David為他畫的 還是安格爾我忘記了 那是古典主義的一個畫家 對不對 那麼你可以看到就是要把他畫的 這個很崇高對不對 不能把他畫成一個矮個子 所以他媽媽什麼 騎在馬背上 而且這也讓Hagel 後來在歷史哲學的這個演講錄裡面 稱他叫做馬背上的精神 因為Hagel在那裡面看到 這個拿破崙當時代表 真是一個時代的精神 時代的精神 但是Hagel講得非常清楚 一個時代的精神 不見得非得表現在 某一個人的身上不可 而主要的是 這個人剛好順應的這個時代 在這個時代裡面浮出來的 所以你看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講到的就是變成就是這個拿破崙 我意思是說如果拿破崙不出頭 很可能是什麼 另外一個人比如說拿破胎 那就變成是他成為這樣的一個代表 所以Hagel在這裡面他說 其實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英雄其實是什麼 是歷史 這個在歷史的一個洪流裡面 他剛好跟這個配合 然後他就這個顯現出來 沒有非是要哪一個人不可 其實沒有非是要哪一個人不可 那麼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的話 你可以說那德國出了一個希特勒 有人說那如果希特勒根本就死掉了 會出現另外一個人對不對 就好像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 你說毛澤東要是怎麼早死一點就沒事 可能會來了一個毛澤西對不對 可能會來一個毛澤南 因為這整個的時代其實已經什麼 已經勢不可擋的走向了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造神運動或者是所謂的偶像從外不是 是好像非這個人不可 這個人真是太偉大了 這整個時代完全在他的掌握當中 是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這樣的一種形象 而且是這樣的一種形象讓人什麼 讓人對他完全的這個被公屈膝 然後完全的這個當作像神一樣的去模辦 是產生的是這樣的一個效果 而這種效果其實正好是反民族的 正好是反民族的 可是幾乎在20世紀所有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專制的國家裡面 幾乎都可以看到利用這一點來這個什麼 鞏固整個國家的一個領導的中心 那麼這裡面美學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談到崇高的這個造神 崇高所引起的偶像的這個崇拜 同時也引起了在這個73頁的上面這段的最後 他用到了一個字就是把他給鮮豔化 這個鮮豔化其實只是把那個康德的哲學裡面的字眼 這個拿來做一種比較通俗的使用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所有的 這個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經驗 對不對 那鮮豔化煌如什麼 變成經驗的基礎 這個更好像變成一個更根本的這個東西 那麼他在這裡面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人 所以在這個73頁的這個上面這段最後三行他提到 This subliming of the idea of a perfectly just war into the face of an individual 就是一個個人對不對 is a way of concretizing all through his aura of transcendentalizing him 那就是把他給這個什麼 給這個鮮豔化了 鮮豔化了 而這個正是在當代的政治哲學裡面的一個批評 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麼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就是這個Benjamin Benjamin 我們在這個文化批評裡面 大概常常會提到這個人 他也是一個猶太人 那麼受到這個納粹的這個迫害 那麼Benjamin 他在這個 他的這個就是代表著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傳統裡面 對這個當代的這個社會提出很多的這個批評 那麼在他的這個批評裡面 他談到了很多關於這個崇高這件事情 談到這個這件事情 那麼在那裡面崇高就變成就是一個工具 政治上的一個工具用來塑造歷史上的某些這個偶像 那麼而且讓某些人形成某些這個具有特殊的意義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各位在七十三頁最下面一行看到 他提到說這個法西斯主義 七十四頁 以及各種的極權主義都會利用到這一點 那讓過去的那種宗教現在復活在政治裡面 也就是說好像有一些人他們就是什麼 就是異於一般人的 他們是多麼的這個偉大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種情況到現在 就是世界僅存的一些專制的體制裡面 我們還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這個七十四頁這裡他提到 這個賓亞民認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事實上是用崇高來達到兩種目的 第一個就是Defined the historical idol 那麼也就是把這個偶像給神化 第二個Energizing mass emotion and action around his signification 那麼在這個被偶像化的這個人那邊 那麼來增進什麼所謂的群眾感情 以及這個增進所謂的群眾的這種行動 讓群眾們這個什麼 這個願意為他效力 這個是崇高所達到的這樣的目的 那在這裡面他說這裡面是這樣的一種使用 事實上是一種kitch 這個kitch這個字出現在七十四頁的上面第一行 對不對 那麼這個字是一個在歐洲 這個常常被使用到的文字 如果你讀過什麼敏南昆德拉的小說 你也會看到這個字眼 那我記得那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 就是第一個譯本把它翻成叫魅俗 第二個譯本把它翻成叫祭史 他說這個祭史音譯都很像是這個kitch 因為他表現的其實就是一種對大眾的慘媚 對大眾的慘媚 而且你要慘媚大眾就是不要讓他們看到不好看的 要讓他們看到好看的 所以什麼 祭史就是不要談到死這種東西 就是說一個英雄人物 他也要有坐在馬桶上的時候 對不對 他也有放屁的時候 對不對 他也有拉肚子的時候 或者他也有什麼 可是你能談這種東西嗎 當然不行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要弄一個政治人物 譬如說為政治人物拍一個宣傳片 那麼參長主拍他在這個什麼 這個秋天這個陽光明媚的草地上 然後他抱起了一個民眾的小孩 對不對 然後小孩的臉上換著這個什麼燦爛的微笑 或者笑容 這個就是什麼 非常的kitch的一種感覺 非常kitch的一種感覺 你當然不可能什麼拍那個政治人物 在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在拉肚子或者在什麼 那敏南昆德拉他在很多小說裡面 他常常都什麼 就是嘲笑 用這種很尖酸的方式在嘲笑這種情況 他說當我們想上帝的時候 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 這個去創造的 所以上帝跟我們一樣 上帝跟我們一樣 那個上帝有一個嘴巴 對不對 有嘴巴就可以吃東西 可是有吃東西那一定是什麼 也一定會什麼 也一定會要大便 對不對 可是從來沒有人提到上帝要大便這件事 那如果上帝不用大便 那他要那個鋼門幹什麼 對不對 這個敏南昆德拉就是討論這一類的 這一類的這個問題 這一類的問題 那麼對他來講 恰好是呈現那種非常高級 非常高雅的那個東西 他說這才 那個才在叫做魅所 相反的一個人的那個醜陋面或者什麼 那個其實反而什麼 這個一般的民眾不見得是喜歡的 那所以kitsch這個字眼 其實就變得至少在 敏南昆德拉的使用裡面 就有一個不一樣的意味在 不一樣的意味在 他表現了一個什麼 人的某一個光明的好看的 什麼什麼的形象 卻要去遮掩另外一些東西 遮掩的彷彿他沒有那個部分一樣 他那個如果用敏南昆德拉的話 要講就是講得好像上帝沒有鋼門一樣 就像那樣子一樣 那麼可是kitsch他原來在 尤其在藝術界的使用 他其實常常代表的是一個 比較低級低俗的一種設計的形式 就是而且有些藝術家 他甚至就是什麼 我的藝術就叫kitsch art 就是我就是要媚俗 就是你喜歡什麼就是說 覺得什麼黃金啊什麼很庸俗 我就故意用黃金去打造 整部哈雷機車 整個是黃金做成的樣子 那我在這個網路上抓了一些 這個所謂的kitsch art 有代表性的 這個是其中一種 就是他事實上就是什麼 貓是一個人類很喜歡的這個動物 對不對 然後他讓他穿著這個古典的 那種碰碰裙裡面有的那個 就表現出一種 這個讓人喜愛的的一些元素的一個混合 這是一個kitsch的一個exemple 這是在這個維基上面 他所舉的的一個例子 那麼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事實上是胡特加 然後這個胡特加他就寫了 absolute vodka 然後下面這個寫著absolute kitsch 就是絕對的媚俗 絕對的庸俗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什麼他把任何人會覺得可愛的 美好的什麼的元素 這個雜湊在一起 這個形成這樣的一種東西 那麼這個就是黃金馬桶 對不對 你想當國王對不對 那個國王什麼都很偉大 包括馬桶也很偉大 所以在這個上面 就黃金打造 還給你一個皇冠 就是這樣子讓你上廁所 會不會覺得比較偉大一點 以及等等這一類的東西 這裡面事實上不是在塑造偶像 相反的他裡面有很強烈的一個嘲諷心在 對不對 這個是你可以感受到的 好 那麼現在我們說 如果用崇高來造神 這是一種媚俗 那麼我們要問的是 真正的崇高究竟是什麼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的是什麼 是我們在二十世紀的當代所看到的 可是我們說難道康德他當時講崇高 他是為了要來造神嗎 應該不是吧 對不對 應該不是吧 崇高其實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要去取得一種所謂的群眾的認同 並不是要去取得一種群眾的認同 可是我在二十世紀他反而變成了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在崇高的那個 在康德的那個崇高概念裡面 人事實上是什麼 覺得自己渺小 對不對 那你一個專制的政權 怎麼可能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怎麼可能反而形成跟你的一個這樣的一種認同 而且什麼 他覺得我很偉大 像納粹或者像法西斯的那些這個警察 或者是這些軍人 他怎麼可能產生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Mass identification 我們在康德的那些對崇高的描述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顯然什麼 被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加以轉化 被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加以轉化 才能夠形成這樣的一種後果 這樣的一種後果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在他提到這個納粹他對於美跟崇高的利用 因為像崇高這樣的一種觀念 他事實上就是在這個德國 這個德國哲學家他們那邊提出來的 那麼所以到了二十世紀 納粹在使用的時候 他提到說納粹其實把美跟崇高交互的運用 那麼他在這個七十四頁的中間那一段裡面 他講到這個納粹 就特別喜歡什麼 Betofen、Bach、Wagner等等的這些音樂 那麼我們以前講過說 這個音樂史上 西方的音樂史上很有名的就是什麼 三個B 對不對 那麼這裡這個巴哈、貝多芬 乃至於後來的布拉姆斯 就是這個三個B、三個杯 那麼這個納粹其實用他們來 就是用他們的音樂來代表他們的一個 好像那種民族的一個特點或什麼 那麼除此之外就是華格納 華格納的這個音樂被納粹使用到 到後來以色列到現在還拒絕 拒絕這個什麼 就是在他們的國家裡面演奏華格納的音樂 我記得大概在一年前或兩年前 有一個樂團好像想要去打破這一點 想要去在以色列演奏華格納的音樂 結果引起了渲染大波 因為以色列人到現在還沒辦法原諒納粹 不能原諒納粹結果也不能原諒華格納 又還不能聽華格納的音樂 那麼顯然的這個納粹 想把華格納的音樂用的 已經好像變成了是一個納粹的代表 像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他都舉到了 就是舉了這些例子 那麼在這個例子裡面他說 他提到了他說他們會讓人產生一種向往 好像說我在譬如說在納粹的統治底下 這個國家就走向了那樣的一個美的境界 然後我們這個什麼帶領我們的是一個什麼 崇高的那樣的一個領袖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看到那些被造的神 比如說那個納粹是矮個子的對不對 希特勒其實也是矮個子的 其實都是什麼矮小的這一點都不崇高 但是他在這樣的一個塑造的過程裡面 他們都被這個崇高化了 都被崇高化了 一樣 這個正是他在那裡面說 這個顯露出來的 那在這個74頁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的下半部 他提到了20世紀裡面的許多的這個政權 那麼一個就是他提到法西斯 義大利的法西斯 他說義大利的法西斯最喜歡使用的一個圖像 就是這個好像是結婚的蛋糕 那樣的一個建築的形式 那這個就是像結婚蛋糕 就是像這個羅馬競技場的這樣的一種形式 這其實是非常古典的風格 事實上是一種古典的風格 對不對 他一點都不高手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書裡面他提到的 他就是說他事實上是美與崇高的一個交互的運用 然後他透過這樣的一種交互的運用來引起什麼 就是在這個古典美的羅馬 或者甚至希臘式的 希臘羅馬式的這個建築裡面 讓義大利人產生一種感覺 什麼感覺呢 我們就是西方這個最古老的淵源的真正繼承人 其他的國家或民族 這個沒有辦法代表 他們以前是什麼蠻族或者什麼海盜 對不對 我們才是最正統的 我們義大利人形塑這樣的一種民族的意識 形塑這樣的一種民族的意識 這個是在這個義大利的法西斯他們所使用的 那麼相對的 這個他說德國人不是 德國人他們常常使用的 只是這個所謂的Darm German Paisen 這是他在這裡面提到的 所以我去找到一個就是中世紀的時候 這個非常有那種歌德風 上面那個寫的字體也是歌德字體 這個是 這個整個就很有德國味道 那麼來造成一種德國人的一種共同的一種 就是一樣在台灣也會有人塑造一種台灣意識 對不對 然後用一種具有台灣代表 也許是台客或者也許是什麼的東西 來產生一種大家同仇敵愷的那樣的一種感受 那而在這個俄國的部分 他說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這個什麼工人那樣的一種 那樣的一種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製造那種 然後產生的一種崇高的感受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提到的 就是這個是變成的是什麼 我們在我們對20世紀 我們所看到的這些極權國家 他們的一種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種 藝術的這個代表性的東西 代表性的東西 那這個讓我想到我在今年的這個年初的時候 我在拍得不太好 就是在大陸的時候 那個什麼工農兵三個人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 雖然他們是工農兵對不對 但是這個什麼 身強體健 然後抑制這個鬥志昂揚那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書裡面很諷刺的去描述 他說雖然德國 德國那個是什麼 是所謂的農夫對不對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史達林主義者 他們使用的是什麼 是那個工人 可是他說你看那些工人 他們什麼 有這個什麼 阿諾斯瓦辛格的力量 對不對 那個在這個七十四葉中間這段最後兩行 他說有阿諾斯瓦辛格的力量 以及這個好萊塢的一個隱形 Drucker Howard的那樣的一個完美 就是表現在這樣的人身上 所以在那裡面 一方面他用的是他們自己所特有的 可是又要把他們給美化 成為一個有各種最好的特質 這樣的一種表達的形式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說到的 所說到的 那麼在這裡面都牽涉到的 這個所謂的政治的美學化 這個事實上就是法蘭克福學派 常常使用的一個字眼 就是這個 Asteticization of politics 那麼這個已經構成什麼 就是當代對於在政治學裡面 對於這個使用利用美學利用藝術 這個產生一種政治效果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政治效果的一個東西 那麼各位也許在 譬如說當你參加學運的時候 應該也會有那種同仇敵開或者什麼的 只是沒有人在操縱操弄你們 對不對 事實上很難講對不對 等到你學了這一套 你發現其實群眾是可以操弄的 你可以讓他們熱情 然後到最後他甚至流血都在所不起 然後覺得哇 犧牲是很偉大的 這個都是政治的美學化裡面 所形成的一種特點 在74頁的最下面他提到 他說This is what the Frankfurt School famously called the Asteticization of politics 就是政治的美學化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74頁到75頁這裡 他現在要講的就是 最多的的 最最被廣泛使用的就是電影這個媒體 電影這個媒體是一個非常好塑造這種東西的 這讓我想到 所以我小學跟國中的時候 我常常看免費的電影 就是全校一起帶去看 那種電影我們那時候叫做愛國電影 愛國電影 然後那裡面一定有這個什麼 什麼死守四行倉庫 然後壯烈犧牲的那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我以前還活在那個戒嚴的時候 但是就是什麼 常常都免費的電影看 現在發現那些電影都是這一類的電影 OK 所以這個電影的一個政治的力量 它那裡面產生了一種崇高性 Suplimity 那麼產生了一種什麼 Seduction 產生了一種誘惑性 對不對 這個引誘人 而且還產生了一個 social revelation 還產生了一個這個社會的一種揭露 那麼這些其實就是什麼 變成了我們在分析一部電影的時候 我們所可以討論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電影不單單只是什麼 一個電影所顯示出來的事物而已 而且這個電影裡面包含了什麼樣的東西 那麼像這樣的一種討論 一個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75頁 那個第三行那裡他提到 就除了那個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Benjamin 他是做這個文化理論的 另外一個這個德國的文化評論家 Siegfried Krakauer 那麼他們其實都談到了這樣的一種 大眾傳播媒體裡面所具有的一種革命性的力量 所以你以後如果要當一個專制的獨裁者 那麼你不懂得利用這樣的一種媒體 你大概不會成功 就是這個是一個大概必備的一個條件 必備的一個條件 那麼75頁的這個最上面這一段 最後一句話 他說 Asthetics is never totally dissociated from politics Given the powerful social role of the arts and the way ascetic category are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se roles 這是在做一個社會的分析的時候 然後美學就變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環 那現在的一個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崇高事實上不應該是讓人產生這樣的一種 這樣的一種殺人 一種自負 一種好像自以為自己是多麼偉大 照理說他不應該是產生這個的對不對 事實上崇高應該產生的是一個相反的東西 他應該讓人產生什麼 謙虛 因為你在崇高的面前 其實你是覺得你自己是渺小的 不是這樣嗎 可是在這裡面居然是什麼 產生了這麼大的一個轉換或者是變化 那這一點我們在這個七十四頁 回到那個七十四頁中間那一段的那個第二行 在那裡面他有提到 他說其實崇高 七十四頁那個一開始他說崇高事實上是什麼 是不要讓一個人好像變成什麼 代表一個國家 應該不是這樣對不對 崇高讓人感受到是什麼 人是何其渺小 他說 Because it is an experience of an idea which has no presentation no instance in the real world 就是在現實的這個世界裡面 他其實是一種經驗 這樣的一個經驗是你沒有辦法在這裡面 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面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這個呈現或者是這個成為一個例子 他說 it is meant to cause humility 崇高其實要產生的是humility humility是什麼 謙虛 對不對 崇高其實要讓人產生的是謙虛 覺得我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我是多麼的小 才能夠產生那樣的一個敬畏 可是他在二十世紀所產生的後果卻是什麼 一個民主的自大 而且在那樣的一個自大裡面 他們什麼可以這個事實如歸的 去赴湯道國的去達到一個 整個這個某個獨裁者所要達到的一個目的 這個是變成一個什麼非常諷刺的一件事情 可是卻是什麼 我們二十一世紀人在回首看 這整個二十世紀的時候 死了那麼多人對不對 然後產生了那麼多的悲劇 居然是這樣子所塑造出來的 那麼這讓我們什麼 我們免不了要去回問 就是到底崇高是怎麼一回事 以及這個康德在談到這個崇高的時候 那裡面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那麼這個正是這個後面 他接著所要提到的一件事情 所要提到的一件事情 那麼所以我們在七十五月這裡 我們再回到康德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你可以了解到 康德從來沒有告訴你崇高 是可以成為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裡面顯然有某種的挪用 某種的悟用 而且才會產生這樣的一種後果 那麼我要問的就是 這種挪用的可能性在什麼地方 何以他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康德的理論 我們完全在那裡面看不出來 那裡面居然會變成是二十世紀的 那樣的一個場面 對不對 而且他在 我們的書裡面在這個 剛剛我們所念的那句話裡面 他提到他說這個美學 從來沒有真正的離開過政治學 這當然就是剛剛前面我們所提到的 像Ben Yamin或者是這個Clark Howell 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命題 是你不可能什麼 躲在一個藝術的領域裡面說 這個藝術跟政治毫無關係 他們的想法就是非常有關係 而且事實上從來不能夠跟政治完全的 這個dissociative 就是完全的沒關係 對不對 因為他們會什麼 這個給予那樣的一種力量 非常有力量的一個社會的這個角色 就是讓藝術扮演一個非常有力量的 這個社會的角色在 那麼這個讓我們要什麼 對他形成一個反省 就是到底這樣的一個情況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美學跟政治的關係 因為我們看到康德並沒有告訴我們 說美學跟政治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到底康德美學什麼事 這事實上是我在跟你們的助教 在討論的時候他提到 他說這不是什麼康德的問題吧 那為什麼那些研究康德美學人 當他們講到崇高的時候 都變成什麼 都走向了這個政治的這樣的一條路來 這樣的一條路來 那這個真是我們所要問的 就是當Ben Yami 或者是 這個Klakao 當他們在討論這些東西的時候 究竟他在那裡康德的美學有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這些 由崇高所產生的的這些後果 由崇高所產生的這些後果 我們沒有提到康德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話 對不對 從我這個什麼 從那個書裡面的72頁最下面這段 一直講到75頁的上面那一段 沒有冒出任何康德的字眼 我們只是在講崇高 那崇高不是康德發明對不對 是康德發現的 是在我們的人類的世界裡面 來自於這個什麼西方的基督宗教的傳統 讓康德把崇高拿出來談 並不是什麼崇高被康德弄出來 然後以後人家利用這個工具 所以這個照理說應該不是什麼 這個康德美學的問題 那康德美學為什麼會讓 就是會有跟這個有任何的干系 對不對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我們回到康德 說康德的美學 他如果他就是 就像我們在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那邊 所理解到的 他就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話 那麼這種形式主義是不管內容的 對不對 他就是什麼 停留在一個單純的形式裡面 單純的一個形式裡面 那麼在這裡 這個75頁的這個中間這裡 他就是中間下面這一段 那個一開始的時候 他說 There is nothing more human in the backing of art of religion or ascetic philosophy then the desire to invest abstract judgments about form with the cultural symbolic meaning unvalued 那麼他在這裡面提到人的一個特徵 什麼特徵呢 一個純形式的東西 人會有一個在人性裡面會有一個特點 所以他說沒有什麼東西比這個更人性 There is nothing more human 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在這個藝術或者宗教 或者是這個美學的哲學的那個創造裡面 他會有這樣的一個慾望 什麼樣的慾望呢 then the desire to invest 就是把抽象的判斷 把一個對於形式的抽象的判斷 賦予他一個深的文化 這個symbolic 就是這個符號的 或者象徵的意義跟價值 換句話說一個純形式的東西 人 我們的人性不會讓他停留在他只是形式 既然他現在只有形式 我就會忍不住的給這個形式賦予他的內容 他說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形式 是一個人性裡面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那麼下面他接著的就是說明可以如此 For communion around the largest possible ideas Thus turning art and nature into temples of religion homes of human intimacy and vehicles of power 那麼透過這種最大的可能的觀念 那麼就把這個什麼 這個藝術跟自然轉換成為宗教的廟宇 或者是人類那種親密性的加 或者是力量的一個承載的一個工具 他說這個事實上是在人性裡面會有的一個特點 會有的一個特點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沒有內容的東西 人會賦予他內容 這就是要 他要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那麼康德他恰恰要講的是一個什麼 不需要管內容 只要有形式的東西 結果他就什麼 為後來的這個人留下了什麼 空間去賦予他一個純粹形式的 一個有內容的這個意義 那麼所以我們書裡面在這裡面問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他說 Which is more deeply human and more central to aesthetic theory and artistic practice 他說下面這兩件事情 哪一個是更是更符合人性深處的東西的 哪兩件事情呢 那麼第一個就是 the desire to free aesthetic focus and pleasure from the burden of meaning and civilization 就是純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形式主義 因為康德之後的確有一派的藝術家 他的想法就是 我只要創造純形式的東西 我不需要有任何的內容 所以我們說當代的那種抽象的藝術 對不對 有些其實已經非常popular 比如說這個蒙特里安的 對 他的東西你不用去問他內容 對不對 他其實就是什麼 由這些形狀 由這些顏色所形成的一種感覺 而且這些感覺現在已經被很多的 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們拿去什麼 作為皮包 作為衣服 作為什麼 呈顯在各種不同的面貌 甚至是建築物上面 那你都會感受到在他裡面有一種美感在 對不對 那麼這人顯然在這裡面的確是 有人性的這一面 就是我可以純粹享受一種形式 這種形式是什麼 可以不需要去管內容的 所以我都常常會什麼 冒出一些 就是現在年紀大了 冒出小時候念的歌謠 那個歌謠可能是什麼 沒有意義的 或者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意義 但是反正念起來很順 對不對 那結果那些東西有時候就會突然的浮現出來 然後我自己都還會問到底那是什麼意思 就現在我會問 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可是就是念起來就很順 它其實就是一種純粹的形式性 那麼在我們看到的第一個小黑點 字的情況就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the desire to free ascetic focus and pleasure from the burden of meaning and symbolization 就是它要把它從把那個美學的焦點 美學的快樂解放出來 從哪裡解放出來呢 從所謂的意義 從所謂的象徵 就是它要代表什麼 它要什麼 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純粹從形式裡面 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種這種快感 這個就是形式主義者他們的一個看法 所以藝術家其實什麼 不要去管政治對不對 不要去管什麼 所有的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有一位助教 他認為顏色其實也是一種形式 那麼所以事實上有各種各式各樣的不同的形式 所以這些顏色它本身就什麼 就形成了一個這個快感 其實他講的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一說蒙特里安如果顏色不管它 我覺得那個蒙特里安的東西就不會有那種感覺 我一說蒙特里安喜歡使用的這幾個顏色 讓你一看你就知道這是它的 這是它的 你換成其他顏色你會覺得 這好像不是蒙特里安對不對 這好像就不是蒙特里安 所以顏色的這個分布本身 也會形成這樣的一種形式性在 形式性在 問題是我們還看到人性還有另外一個面向在 這個就是它下面說的 叫counter tendency 一個相反的面向 這個counter tendency就是我們剛剛在 這個75頁的這一段的一開始所說的 就是什麼 to invest the experience with sublime values 就是對我們所得到的那個形式性的經驗 因為賦予它一種崇高的價值 賦予它一種崇高的價值 那麼這個就為什麼產生一種後果 這個後果就是它不是只是一個形式 換句話說你看到它你就會有反應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標誌對不對 你就會什麼想到這個我們偉大的 亞利安民族或者什麼之類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納粹那時候對這個希特勒的那種造神 是做得非常非常徹底的 我記得德國南部的德國人 他們其實見面打招呼 不是講什麼Guten Tag 他們打招呼都是什麼 就是Griscot 就是這個什麼 就是向上帝致意 就是兩個人見面就是向上帝致意 可是到了納粹的時候兩個人見面是什麼 哈希特勒 就是什麼 就是兩個人見面其實是要對這個希特勒之意 希特勒幾乎是神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神一定會有什麼用一些符號 符號本來是純形式 你可以什麼 不管希特勒說 我覺得這個字眼還滿好看的對不對 可是不可能 人性的另外一個面是什麼 他會把一個符號的東西形成他某種內容 他會把內容價值什麼東西都寄託在這個符號上 一旦這個東西有了這樣的一個意義 他就很為他生為他死了 比如說一面國旗對不對 我現在想起我以前看那個什麼 那個八百眾四十手四行倉庫對不對 那個偉大的地方在哪裡 說為了那一面國旗對不對 所以什麼 要把那個旗子生起來 其實那個國旗只是什麼 只是一個標誌對不對 但是現在就是什麼 死多少人都不介意 重要的是這個標誌被顯示出來 被顯示出來 那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就不單單只是一個什麼 形式性的東西 我已經賦予了他一種意義了 那這個意義是很重要的 那麼這種情況就好像我們現在 當你講到 因為我有一個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對不對 他非常的討厭民進黨 結果那個朋友他從來不穿綠色的衣服 我說綠色到底是影響了你什麼 他說我聽到綠我就火大 他連這個字眼都不喜歡 就是莫名其妙 對 我就覺得這個是太內容 可是這是人性的另外一面 我們會把一個形式的東西賦予內容 而且這幾乎遍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幾乎遍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而這個正是他在這裡面所要問的一個問題 他說哪一個比較是人性 我們從一個形式裡面去感受那種美 這是很人性的東西 還是我們看到一個形式的東西 我們會賦予它意義 並且在這樣的一個意義裡面 去產生我們的感動 他說哪一個比較是 這個是我們很難去定奪的 那麼康德的哲學因詞 康德的美學因詞產生兩個後果 一個後果是藝術歸藝術 政治歸政治 藝術跟政治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就是典型的形式主義的藝術家 他說我創造我就是什麼 我享受這種和諧這種美好這種什麼 他在這裡面他就什麼 這就是美 你不用去享受什麼意義對不對 我可能使用藍色或使用綠色 我並沒有什麼 在那裡面我並沒有說 這個就是國民黨那個是民進黨 我沒有任何這樣的一個意思 對不對 那反而是有些泛政治化的人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使用那個顏色 或者你可能使用什麼顏色 我記得我小時候甚至不太能夠使用紅色 因為紅色代表的是那個對岸的 那個共產黨的顏色 以及等等諸詞類的 現在沒有這種問題了 但是我意思說本來形式有這一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什麼 把藝術給解放開來 對不對 把這個Asthetic focus and pleasure 給free 讓他們解放出那些所謂的意義的負擔 還有這種所謂的象徵的負擔 不要去想讓它象徵什麼 你看看這個符號本身美不美 這個事實上是我們在審美的時候 本來就有的一個東西 對不對 這是一方面 可是另一方面 我們還可以看到人性裡面 還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什麼 他碰到什麼東西 他賦予他意義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在給比如說一個音樂家 說他是第幾號交響曲 你說第幾號我沒感覺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一定要什麼 稱他叫做英雄交響曲 我就知道 那稱他叫做什麼 這個命運交響曲 我就知道 對不對 稱他叫田園交響曲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我才會有感覺 可是這個時候 你就整把這個本來 他純粹用形式性的那種美的音樂 你現在正在給他賦予了一些意義在那裡面 你其實正在加這些東西 加到那上面去 所以你看那個貝多芬的月光咒鳴曲 他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只是貝多芬的那個鋼琴咒鳴曲 裡面其中一首他有他的編號 Opus幾號幾號 可是有一個人就是什麼 他說我聽這個音樂 感覺好像在瑞士的劉森湖的夜晚 看著那個月光在那邊的那個道理 結果他就變成月光咒鳴曲了 我跟你講你去聽那個月光咒鳴曲 第1月章 我想你說他是月光說得過去 你聽第2月章跟第3月章 那個不是月光 對不對 那個是什麼 那個發瘋的音樂 發瘋的音樂 那裡面哪有月光 這個月光怎麼可能發瘋 所以那個其實根本就跟月光沒有關係 但是人好像就變成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賦予他意義 這幾乎是什麼 我們可以理解到 這幾乎是好像人的 這個所謂的human nature裡面所具有的一個部分 所具有的一個部分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康德之所以能夠造成一個 所謂的希特勒的可能性在那什麼地方呢 就是康德弄出一個形式 然後他沒有給予內容 這讓後來的納粹說 你沒有給予內容 我來提供內容嘛 對不對 我來提供內容 這正是在這裡面他所要表達的一件事 他說where there is no meaning 這個在七十五頁的倒數第四行 他說在那沒有意義的地方 where there is no meaning to begin with 在一開始沒有意義的地方 或者說意義很少 or little as yet 在沒有什麼意義或者意義很少的地方 the possibilities of supplying a script are vast 那麼提供一個文本進到那裡面去 的那個可能性就非常大 他說你沒有任何意義嘛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什麼 好好的利用你這個完全沒有內容 沒有意義的東西 我給他賦予一個內容跟意義 讓他這個聽起來形式性的東西 完全符合於我 譬如說納粹或者什麼 所要去表現的意義 這個正是什麼 康德所留下的一個你可以說一個破洞 或者一個空間 讓後來的這個政治 所可以加以利用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他們在這個討論康德美學的時候 就是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形式主義 那麼所以呢 你就是什麼 就是讓他就是完全沒有內容可言 那你沒有內容好啊 那我來提供你內容好了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就是為什麼康德跟這個納粹 就有一些關係 當然這個康德是無辜的啦 但是呢 他的整個的這一套理論裡面 看起來就變成什麼 是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在了 對不對 有可能性在了 所以你看看那個七十五月倒數第二行 他說 Now no experience of form is simply that We always bring meaning to the occasion 我們總是把意義給帶進去 而且這個事實上也是什麼 是這個我們的本性之一 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吊詭 七十五月最下面一行 but less is more 少就是多 Meaning the more reduce the form is of meaning the more someone can attempt to supply it from the outside 當你創造這個東西是純形式的時候 你就什麼給予我有這個什麼 可以加以利用 從外面給把它填充進去 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增加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呢 這個哲學家 the philosopher who ascribe meaning unto the object then becomes the artist of the occasion 那麼給予那個意義的那個人 他那個哲學家 他就反而變成的是這個藝術家了 因為他讓一個形式的東西 有了這個內容 讓這個形式的東西有了內容 那麼所以一位哲學家 給這個東西富裕意義的時候 他就變成了這個東西 當下的一個藝術家 而且我們現在再回到康德 我們說康德其實他不是完全沒有 給予某種內容的可能性 因為當康德在說 美是善的符號的時候 他也等於在給予他某種意義內涵 讓人產生某種聯想 就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不是單單只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他其實象徵的是一個道德的良善 那所以康德你其實你的理論裡面 就有這樣的一個意涵在對不對 就是說他也不是純粹就是那個形式 他事實上是有一個填充的可能性 顯然你康德你也看到了這一點對不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你還堅持刑事主義 那你就讓後面的人都什麼 有這個可蹭之機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批評康德的話 也許他的問題正在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 也就是說因為你是一個刑事主義 然後你認為藝術沒有什麼內涵 可是你又隱含了一個可能性 這個內涵是可以去填充的 而且你自己事實上也做過類似的事 就是當你在說美是善的符號的時候 你其實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我們當代的這個美學 當他們在研究康德的時候 他們對康德所提出的 也許你可以說是對康德所提出的批評 或者至少是分析 以及認為康德所可能引起的後果 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個 對康德的一個這個陳述 大概是這個樣子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變成了跟康德的美學 是有關的東西的 換句話說一個理論 就是的確只是一個理論 可是這個理論裡面 這個什麼為我們埋下了以後 就是康德是18世紀的哲學家 對不對 以後19世紀20世紀 你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似乎跟康德還是相關聯的 相關聯的 而且我們如果從最早 就是剛剛那部電影《拿破崙》對不對 《拿破崙》那部電影 你可以看到民主政治 在法國大革命那時候開始出現 然後人們就開始利用 《拿破崙》作為一個形象 其實就已經什麼 在創造這種給他填充於內容價值意義 這樣的東西了 所以人類其實他的這個內在裡面 事實上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的 那這個社會學家 就像法蘭克福學派 他們在分析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要問的就是 在這裡面 當我們去詢問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真的就只是像 所以你聽一首音樂 真的就只是聽一首音樂嗎 當一個時代他在聽某種音樂 因為當一個時代他在欣賞某種東西 認為這種東西才是真正感人的時候 那裡面事實上有很多是 形塑了這個時代的文化 形塑了這個時代的人 他們的一個價值觀念 所以想要了解這個時代的文化 這個時代的價值觀念 我事實上透過這個時代的人 對什麼音樂有興趣 對什麼藝術有興趣 什麼藝術正夯正紅 我在那裡面我可以看到 這構成了這個時代的一種特色 構成了這個時代的特色 那麼這個是我們在那個 佛蘭克學就是當代的 這個美學的分析跟批判裡面 所可以看得到的一個情況 OK 那麼 所以如果你理解這一點 大致上這樣子 我們就把康德的美學 以及這個後面 我們看到對康德美學的一個批評 就提出來了 然後這個哈里斯在76頁 那個下面他講了一個很諷 就是有點諷刺的話 就是說他說抬頭看天上的星空 你看到了什麼 對不對 他說你看到的是 Brace of the universe 你看到的是什麼 宇宙的那個呼吸嗎 因為什麼 因為就好像這個中國那個異傳裡面說 天形劍君子以自強不息 對不對 你看到那個天上的那個星星的運行 然後君子就要跟著自強不息 我以前常常碰到那個哲學系 做分析哲學老師說 中國那個哲學都是玄學 那個天形劍跟什麼君子以自強不息 有什麼相關 這個相關其實就是在美學上的相關 人是會聯想的 對不對 這個相關不是什麼邏輯推論 說推論天形劍作前提 所以結論叫君子以自強不息 而是這裡面有一個這個 這個 審美的一種聯想戰 審美的聯想戰 那麼所以天上的星空 你可以說那純粹就只是什麼 只是你所看到的一個現象 對不對 那是康德在那裡面讓他看到什麼 讓人感動的東西 因為對他來講 那個天上運行的那個自然律者 跟人內在的道德律者 這兩樣事實上他們有一個共同性在 就是他們都是律者 所以他們事實上就像某種類比一樣 有共同有差異 但是他會引起人們的這個聯想 對不對 他們會引起任何的聯想 可是另外一個人說 當他開頭看天空 他說你看他有看天空啊 對不對 然後看了半天他說 你問他說你看到什麼 他說我看到Antinus of the universe 我說這整個宇宙是多麼的空曠 看到只有這樣子 那所以你看到什麼 這裡面當然就是什麼 就好像一個形式在那裡 那麼會被人賦予一些不同的意義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以他在這個七十六頁 那個下面 下面的這個地方 他說This is in this 這個把它看作是這個 還是看作是那個 對不對 在我們這個書前面提到一個 那個維根斯坦的那個兔子鴨的那個 我不太會畫啦 但是我試試看就是 大概是這樣 對不對 對 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作一隻兔子正在往上看 那你當然也可以看到 這是一隻鴨子 這是鴨子的大嘴巴 對不對 這都是一種什麼 seen as 就是這個東西它有一種奇異性在 你要把它看成這個或看成那個 都是有可能的 那他現在要講的就是 This thing as this way of perceiving more than is in the thing itself is generated by our cultural position not simply our shared humanity 這個大概是對康德的一個批評 他說你會把它看成什麼 其實很可能是跟我們的文化的地位 文化的位置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文化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把它看成是這樣 那麼以及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只是所謂的普遍的人性 因為康德認為 那個東西是一個所謂的普遍的人性 但是很可能不是 對不對 因為我自己都會想到 我第一次看到學生寫ORZ給我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對不對 後來我進入了學生的文化裡面 就說我懂了 但事實上是因為我被你們同化了 所以我就終於可以看到 我原來就是一個人趴在那個地方 原來他在對我嚇過 我還嚇了一跳 我還有天啊 你會幹嘛對我這麼的恭敬 所以他事實上是一個cultural position 而不是一個humanity 康德的美學一直在講的話 彷彿有一種普遍的面向在 但是也許情況並不是這樣 那麼這個會讓我們帶到下面的一章 也就是Higgel 因為Higgel他事實上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這裡面絕對都有一個文化的面向在 他們不是單一的個人 康德都在談單一的個人 但是他這個單一的個人都有一個普遍面向 這構成整個康德哲學的一個特色 但是Higgel質疑這一點 在他看來所有的這些包括審美、知識、道德、文化 所有這些東西 他其實都處在一個脈絡裡面 一個時代、一個氛圍、一個文化、一個社會 所形成的一個共同的東西 所以他變成要用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解釋 這個美這件事情 而不再是用一個所謂的人 作為一個人每個人都一樣 有一個共同性在 那麼這個也構成了18世紀到19世紀的 一個重要的轉折 一個重要的轉折 最後這個給大家看 就是如何看待藝術作品跟美的東西 對不對 那麼對於康德來講 這個就是這個76月的中間這段的最後 那裡面他比較了康德跟修姆 那麼這個對康德來講 什麼東西是真正的美呢 因為美其實就是善的符號 對不對 所以那個真正的美 其實是在我們內心裡面的那個道德律 那個東西是真正的美 可是你如果去看修姆 你看到他認為什麼是美呢 他說那是被享受的東西 對不對 Commodity to be enjoyed 那麼還有Civilizing instruments seem to be discussed in men's class 所以修姆的那個美 事實上是擺在一個什麼 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一個俱樂部裡面 大家喝著美酒 然後抽著雪茄 他說這個事實上是什麼 這個如果是有所謂的天堂的話 那天堂就是像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享受著人生 這是修姆的那個美學裡面 背後都顯示出來的一種人生觀 但是康德的天堂會是什麼樣子呢 康德的天堂是一個什麼 有著頭頂上的星空 對不對 在那邊自然的數十年如意識的運行 然後每一個人都帶著一個普遍的道德律 如果有天堂的話 康德的天堂顯然是那個樣子 但是修姆的天堂是什麼 一個有好的葡萄酒跟雪茄的場合 這個是構成了他們兩個很大的一個不同 那麼這樣的一個想法就是說如果你接受 那你等於你接受的是黑格爾的觀點 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活在他所屬的那個脈絡裡面 黑格爾是最終他說 我們應該要看出這一點來 就是作為十九世紀 他在回顧這個十八世紀 你可以看到十八世紀這兩位美學家 他們的美學是如此的天差地別 對不對 但是他們其實代表了十八世紀的兩個特徵 康德所代表的是什麼 十八世紀的政治 那個想要什麼 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外 每一個人都一樣 大家都是平等的 都有一個共同的那個綠澤的 那樣的一個觀點 而修姆代表的是十八世紀 資本主義世界底下 資本主義整個發展起來 那麼當時中產階級所認為的那種 真美是什麼樣子 就是跟人的品味有關 那樣的一個觀點 那樣的一個觀點 所以事實上他們都有他們的代表性 他們也代表了某種時代性在 但是當你去看這兩個人 平平是十八世紀的相差何其大 這個大概就是這整個 這個第五節他最後所做的一個評論 那麼這個上個星期的最後 我們談到了這個看待藝術作品跟美的東西 那麼對於康德來講 似乎裡面最根本的是那裡面的那種道德律 或者某種鮮豔的事物 而對康德來講則是某種被享受的 被享受的這個事物 那麼如何看待藝術作品跟美 為什麼會牽扯到天堂呢 因為你到天堂去 你產生的就是什麼 最美好的感受 對不對 那麼不論是康德或者是康德 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都是當他們在定義這個美的時候 都是把它理解為它讓人產生什麼 一個正面的好的感受 像是某種的pleasure或者某種satisfaction 那你到天堂去應該什麼 非常的整個的那個心情感受 都是非常正面或者什麼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就跟他們所理解的 什麼是美是有關的 而對於康德來講什麼是美 如果那個東西可以跟他的這個整個哲學 最後最根本的事物做一個對比的話 那想彷彿就是像是頭頂的星空 跟內心的道德律那樣 而Hume的天堂則是一個什麼 對他來講最能夠產生美好的感受的人 則是一個什麼 一個場合 一個俱樂部 對不對 在那裡有好的葡萄酒跟雪茄 那就是天堂了 那麼各位當然也可以想一想 你的天堂會是什麼 能夠讓你產生的最美好的感受 讓你覺得無限的滿足 覺得那就是什麼人生的究竟或者什麼 那個天堂的模樣會是什麼樣子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在今天 就是上個禮拜所提到的 就是這個76頁的中間這一段 所講到的東西 那麼在這一節的最後面 他重新的回顧了一下 這個我們由康德的哲學所導致的 一個當代藝術的後果 就是當代前衛藝術的這個藝術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代前衛藝術的藝術作品裡面 有很多事實上都跟這個政治是關聯在一起的 不管是在抗議某種政治 或者是在這個捍衛某種政治 或者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麼這個事實上已經變成了 這個在前衛藝術裡面所形成的的一個趨勢 所形成的一個趨勢 那不只是前衛藝術的表現是如此 而且在研究當代藝術的美學那裡 我們也會看到幾乎不可能不把這個美學 跟政治哲學或者是社會哲學 或者是對於政治文化社會的批判 這個結合在一起 這個也變成了當代的一個情況 不過這個是某一個面向 因為當代的藝術的特色其實是非常的多元 那我們所談到的這個跟政治掛鉤的 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 那在這裡我給大家看的就是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一些藝術 那麼這些藝術它裡面都有一些 跟政治相關聯的意象在其中 那麼像這個畫一個歐巴馬的圖像 下面寫著Progress就是什麼 就是讓人產生某種聯想 彷彿這個歐巴馬代表的進步 以及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麼這個都是跟這個當代藝術裡面所表現 跟政治結合的一個例子 但是我們要談的是這樣的 就是在當代兩個審美經驗的方式的表現 事實上剛好截然的劃分 那麼這個截然的劃分 就在我們書裡面最後一段 那個77頁的第一喊開始的地方 那麼它提到這兩種審美經驗的方式 一種是As a singular magical thing in itself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個單獨的個別的 然後是個神奇的東西 然後with no further meaning attached 然後它不會有另外的意義 要去跟你的價值你的生活做任何結合 所以這樣的一個創作藝術的一個觀點 認為藝術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場域 並不需要跟外在的現實世界有任何的結合 並且認為正因為在這樣的一個意義上 這個藝術作品可以成為一個比如說永恆的 而不是什麼只是現在某個時代對不對 比如說剛剛那個藝術那裡面有歐巴馬 那歐巴馬總有一天他現在已經駁押了對不對 然後再過幾年他就下台了 那這個藝術可能就什麼 就似乎就不再是什麼 一個引人注意的一個作品了 那麼所以他並不認為藝術需要這樣 所以藝術本身就是一個singular 一個單一的個別的東西 然後他本身能夠產生 譬如說我們在前面看到康德說 他會產生一種這個pleasure 或無失去的那樣的一種愉悅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個medical thing 他讓人家產生興趣正在他的這個medical 他所表現的這個medical的地方 所以他並不需要進一步的意義去跟他做連結 因而呢 freed from the burdens of interest and purpose 因而呢他這個什麼 這個解放於或者是超出於 所有的這些失去 以及目的的這個負擔之外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想法或觀念 其實是跟康德的美學有很大的關係 但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另外的一個想法或觀念 也同樣的跟康德的美學有很大的關係 而他剛好跟 第一個這種審美經驗的方式 形成了一個極端的對比 就是第二個黑點 As a massively symbolized richard 我們之前講到richard 就是什麼就是某種造神 對不對 他是一個什麼 非常有象徵性 極大的象徵性的一個造神的東西 然後呢 which serves the largest imaginable purposes 然後呢他是為這個來做服務 為什麼呢 為一個最大可能的 那個想像的目的來做服務 換句話說他就是什麼 要引導你去喜歡一個什麼東西 引導你去討厭一個什麼東西 而這個如果放在我們的現實世界裡面 那麼最強烈的當然就莫過於政治 對不對 因為政治的場合就是什麼 要讓你崇拜一個人 崇拜到願意為他生 為他死 對不對 那麼或者在另一方面 他想要塑造你什麼 痛恨另外的一個敵對的陣營 然後讓你什麼 對他這個痛恨的無以復加 到那樣的一個地步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當然這個藝術作品就不是獨立的 單一的本身 他事實上就會什麼 承載了非常多的意義 並且透過這個意義而跟所要達到的政治的目的 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當然是有失去的 對不對 他當然是有一個目的所要達到的 而這一點呢 我們在前面講崇高的時候 就是最後我們達到的就是 康德的美學也有可能是達到這一點 那麼這個這是什麼 從康德的美學所劃分出來的 兩個極端的不同 並且他表現在當代的這個藝術的領域裡面 那麼他說最終我們其實找不到什麼 就是到底什麼樣才是對的 或者到底怎麼樣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 這個從康德的美學裡面所能夠得出來 你只能說在康德的美學裡面 這兩種因子也許都是這個前場的 那麼有很多的這個討論 當然在這樣的一個討論裡面 你還是可以什麼 就你對康德美學的理解 反對其中一個而這個什麼支持另外一個 但是你不能夠否認一點的就是 一個哲學的大家 他常常會有什麼很多門徒 那麼這些門徒一旦他們獨立了之後 你發現他們幾乎是什麼 極然的對立 這種情況譬如說在蘇格拉底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完全 這個主張苦行的禁欲的斯多哥主義 跟主張享樂的對不對 主張這個快樂主義的這個伊比喬如主義 而這個這兩個主義呢 其實都跟蘇格拉底有關 可是他們就是從這裡面 這個分化出來了 從這裡面分化出來的 就像那樣子一樣 那麼也許在某方面 也可以用這個來批評康德 也就是說康德他本身其實正是要什麼 達到一種統一或綜合 針對過去哲學的兩個不同的派別 譬如說你性主義跟經驗主義對不對 那麼他事實上他用了一個非常廣的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概念的 那樣的一種哲學思想 盡量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含到他的這個系統裡面來 可是在他過世之後 這個不談他其他哲學方面的一些分裂 就是單就美學這方面我們看到 事實上就有兩個完全極端的不同的進入 兩個完全極端不同的進入 那麼這兩個不同的進入 都有他們可以從康德那邊擷取到 他們所需要的 來論證他們自己的這個論點的元素在 論述他們自己的元素在 所以這個也讓我們看到一個什麼 天下大勢九分必合九合必分 對不對 那麼在康德那裡合了 可是在康德也在康德之後又分裂了 並且成為這個極端的不同的這樣的一種觀點 這個是最後的一個情況 那麼因此我們在這裡面並沒有一個 什麼樣的結論 就是什麼才是真正康德他的美學的結果 也許他的結果正是包含了這樣多的一種可能性 那麼當然在這裡面是可以討論的 也就是說你是否認為這樣的一個結果 是合理的從康德那邊得出來的 還是你認為不應該得出這樣的東西來 這個大致上就是我們在康德的這一章 最後面所談到的 這回到康德的一章 會議了 只是混音的 說明 你怎麼做的 我想說 你怎麼做的 我就想說 你怎麼做的 我看到了 有萬歲 你怎麼做的 我們來自奖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